零基础,学电脑,不分年龄,无关学历 大家好,我是电脑培训的王老师 欢迎观看我的视频 如果你是零基础想学办公软件的话 你可以从我前面的课程开始看起 上一次课我们讲了如何给我们的页面加背景颜色 一般的话是在我们的广告 就是自己设计传单 或者是以本书的封面想让它彩打的时候使用 对吧,那彩打有封面好看的那种 那我们这一次来讲 Wall的文档第51课 我们这一次接着来讲我们页面背景颜色的内容 就是我们上一次课把它设计成背景颜色 有背景颜色了之后 我们如何让它能够直接打印出来 那并不是说设计成背景颜色长那个样子了 之后你直接点打印它就打印出那个颜色了 它不是的 我们还要点其他地方它才能变成那个样子 那我们这一节课就来讲这个内容 比如这个封面 我现在给它加了颜色 变成这种颜色 对吧 那我想让它打印出来也长这个样子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现在去看打印预览 打印预览的话 它就是说 看你打印出来的时候长什么样子 你打印预览的时候 看见它长什么样子 打印出来的话 它也就长什么样子 这是打印预览 那我们现在的话 我点打印预览了之后呢 它长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长什么样子 我原来的话是长这个样子 而且我想让它打印出来 也长这个样子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去看打印预览的时候 它是白色的 它并没有打印成像我们设计的那个效果 有颜色的效果 对吧 那现在想给大家效果怎么办呢 就是让它打印出来的时候 长我们这个样子怎么办呢 点打印预览了之后 如果是点打印预览的话 那我们就点更多设置 然后点选项 这个打印的这个界面 下面我们点这个选项 点这个选项 然后呢 我们现在出现了这个界面 我们点打印背景色和图像 点把这个打勾 把这个打勾 这样的话 我们打印出来才会有那个颜色 好 我们现在勾完了之后 点确定 再点确定 好 等它一下 好 那现在的话 我们能看得见 我们这个打印出来的效果的时候 然后就已经有颜色了 这就是我们想让它打印出来是有颜色的效果 如果是你没有去设计的话呢 没有去点更多设置去搞它的话 那它就打印出来是没有颜色的哟 它打印出来也就是 也就是黑白的 根本就没有颜色 要来这里勾这个东西一下 这个勾一下 然后再点确定 这样的话 它才能会打印出来 才会有颜色 好 那我们这一节课的话 讲了怎么 讲了我们在给一个页面 给它搞了背景颜色之后 我们想让它打印出来 也有背景颜色的话 怎么办 讲了这个问题 怎么办的呢 点打印预览 是吧 打印预览 首先看它好了没呀 这是刚刚我搞过了 它就是好的 长这个样子 那如果是美好的话 点什么呢 点上面这个更多设置 然后我们点下面 这边界面的下面 有个选项的这里 点它一下 然后去勾这个打印背景色 和图像这个勾 把它勾上 然后点确定就可以了 点确定了之后 我们还要点确定 然后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讲的 这个叫如何给我们设置好的 背景颜色 打印出来 让它也有颜色 这一节课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